丁洪光就是大白痴 被我白白捏在手里玩了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让他信你的 但是不得不说 承熙之 你这一招走得很妙啊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只有你我站在这里 这是我的地盘 而你注定是一个失败者 今天你是死定了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 你心太软了 你这一生败就败在你心太软了 如果我是你 那么当初我发现温婧那么欺负何温以后 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怎么可能只将他放在精神病院里面 宽悟你啊 还有啊 如果我是你 我这一辈子就不会结婚生子了 因为你好好想一想 唐家是被谁高狂 唐家的两朵姐妹花 又是被谁弄得这么惨呢 说实话 如果你当初真的不找女人 就那样守着立维和何温义过一辈子的话 说不定 你就不会有今日之事了 因为你已经布局了 你也不可能后继有人了 除了立维 你还能将偌大的城市交到谁手里 可是事情偏偏不照我的意思去发展 你爱上了 陶乐了 你可以碰他 你还那么爱他 虽然他现在是跟别人在一起了 但手段如你 说不定哪一天就把他抢回来了 而且我也没觉得他跟那个逊康的有多深情 至于他的女儿 我想应该是你封锁了消息吧 因为我怎么查都查不到 这么看来 你也是倒霉的人 你不是说一直想偿还我 弥补我吗 啊 承熙凯说着 他轻轻洒洒地就将后腰上的手枪拿了出来 黑漆漆的枪口直抵着承熙者 现在机会来了 我一枪打死你 你母亲的账 还有你我之间的事 我们就算两亲了 怎么样 承熙凯 你果然还是想要我死 对吗 没错 你不死的话 我弄这么多局做什么呢 承熙知 我今年都四十一岁了 我熬不起了 城市只要没有了你 我才可以光明正大的上位 不然你觉得城镇海那个老东西 会看到我的存在 他看不到的 这么多年来 他眼里心里只有你 哦 哈哈哈哈 似乎这样说也不对 毕竟他还对谢东好过 甚至为了护住谢东 还让你挨了一枪 说起来 这也是我最恨老东西的一点 凭什么 他到底是凭什么 谢东算个什么玩意儿 他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 说起来不应该是我们更亲一些吗 我的父亲身上 不也直接流着奶奶的血吗 他为什么不肯看我们一家一眼 我们一家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的这个灵魂拷问算是把城西枝给问住了 但他毕竟不是城镇海 他怎么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呢 他想着还没开口 楼梯口那儿就传来了一阵动静 城西枝和城西凯都是愣证了一下 他们猜到可能是城镇海过来了 果不其然 来人正是城镇海 还有城锦鸣和邹昊 城锦鸣几乎是看到城西凯拿着枪指着城西枝时 下意识地就要往前冲上去起步 叔叔 你可别过来 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 西凯 大家都是一家人 闹成这样有什么意思 现在你爷爷也过来了 你想要什么直接和他说就行了 何必呢 你刚才说 你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个老东西 看不上你们一家三口 现在我来告诉你答案 我就是看不上 从我知道你父亲做的事情后 我就认定他是我城镇海的耻辱 我不喜欢你父亲 也不喜欢你父亲娶来的媳妇 自然的连你也不可能喜欢 三十一年前 不论是你母亲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 做出那种事 那在我眼里都是无法原谅的 我自认为虽然我不喜欢他 但是在城家大宅里 在他的丈夫去世以后 我该给他的每一样都给他了 你奶奶生前更是从来没有亏欠过他 是他心眼太小 容不下别人说他没什么能力 虽然那是一个铁针针的事实 你的父亲亦是 我的儿子我了解 他和你一样小度鸡肠 一看就不是那种做大事的人 城西凯 不是我看不起你 也不是我高看城西之 如果今天被毁了脸的是城西之 那他绝不会像你一样变态 也绝不会像你这样丧尽病狂 不择手段的这么算计你的至亲 你胡说 你完全是在胡说 我没有什么地方比城西之差 你不要这么刺激我 如果被毁脸的人是他 那以他的心计 他绝对会逼我很多一百倍一万倍 城镇海 造成吃一切错误的人都是你 都是你 你才是最该死的人 是你 是你 房间里的气氛因为他的崩溃和疯狂 一下子变得非常压抑和紧张 别动 而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内 邹昊也掏出了手枪对准的城西凯 两个人是没交过手的 也不知道他的枪法准到哪一步 但是邹昊的心里还是有胜算的 城西只想冲上前去 为城镇海挡住枪口 可是城镇海却非常直接地递给他一个不用的眼神 没错 造成这一切错误的都是我 你想怎么样对我呢 一枪打死我 城西凯 不是我小看你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城西凯 你太不自量力了 你以为杀了城西支 你就能稳坐城市江山吗 我告诉你 你别做白日梦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当城市的主人 你的儿子成立为义士 你信不信 只要你今天敢开枪 伤害了今天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我就是拼了这一把老骨头 也要将你的儿子送到境外 一辈子不回来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身上流着同样的血 为什么 我的父亲哪里做得不好 我的母亲哪里做得不好 我哪里做得不好 甚至现在 这九岁的 哪里做得不好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 是没办法做掌权者的 程西凯 你父亲出世的时候 你还小 我为了保全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最后的尊严 选择向你 向外界很多人 隐瞒了很多的真相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也很正常 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这也很正常 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你也露出了你本来的面目 那么就由我这个 你一口一个老东西的爷爷 告诉你 爸 不要 那些事已经过去了 不要让孩子们知道了 你以为 我当初没有把你父亲 安排到公司里去吗 你以为我从来没有给过 你们一家人机会吗 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了 我告诉你 我做过 不过是他自觉死路 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他太贪心 我还在位 他就跟别人合伙 想着让城市一主 甚至他还不惜用各种手段 挪用公司里的财产 如此也就算了 他竟然还学会了吸毒 你以为你的父亲当年是意外去世的 我现在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他不是意外去世的 他是吸毒被抓进戒毒所 受不了那种折磨 在戒毒所里撞墙 生生把自己给撞死的 这样丑陋不堪的一个人 你那一贯温顺贤静的母亲 早已看穿了她的真面目 却不告诉我 也不告诉任何一个人 两个人还合计着 从城市大捞一笔 你觉得以我的性格 会容忍他们吗 程昌昆是我的儿子 程锦明也是我的儿子 程昌昆虽不是 我这一生挚爱所生 但我也给了他 我能给的所有的父爱 使他自己太不争气 太急功近利 而至于你 程昔凯 你摸着你的良心说一说 爷爷小时候带你怎么样 程氏 是我和你奶奶一手创立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选一个适合他 能经营好他的继承人 来当他未来的主人 你也想一想 你有那个能力吗 你的父亲 有那个能力吗 其实是我一手带大 我很了解他的脾性 他也很适合在商场上打拼 有些基因是磨灭不掉的 我看见过你的辛苦 也看见你为了考全年级第一是怎样的努力 你小的时候也为了能得到我的一个笑脸 努力了很多 可是你也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不是一个好料子 即使你那么努力 你的成绩还是一直很平常 爷爷也不是一个一贯看成绩的人 可是你看看 即使在没有发生过你的脸被灰以前 你的那些同学都是怎么评价你的 而你又是怎么与大家相处的 在流当中不在身上 才不断 organiz遣 Yuely